然後現在沒有辦法給我一個正確的死因 四祖氣憤控訴訓犬中心 沒有妥善照顧他心愛的渡賓犬 導致休克致死 吃 當時四祖為了訓練愛犬的穩定性 花費25萬元的高額學費 到台中市太平區這間訓犬中心學習 但在上個月26號訓犬是一犬之條 使唯一由燉煮雞骨頭 當作飼料餵食 我這個都不太知道狗能吃骨頭 他說那是他們家配方 因為狗在發育就是要吃這麼營養 四祖聲稱訓犬中心告訴他 渡賓犬在食用雞骨頭後引起腸胃不適 訓犬中心隨即將他送往 有人開設的動物醫院 動物醫院表示 渡賓犬體內有許多含有骨刺的排泄物 需要手術 當時治療出院不到一週 29號渡賓犬突然休克 送一搶救還是宣告不治 後來就到院就已經死亡了 一直在那邊講就死亡 我也不知道啊 事後的照顧有問題是不是 狗離開到牠們家 這段時間怎麼樣我不知道 可是在我們這邊是整個是戰勝 由於尚未驗屍 醫院也無法得知 鵲且死因 表示渡賓犬在治療過程中 已經回復健康 不清楚回到訓犬中心的渡賓犬 究竟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說好當天 渡賓犬已經能自行行走 自任何醫院的手術治療 並無太大關聯 我們那個實際上 到時候會 就是會請律師一起出來 就是出面說明 面對大批媒體的詢問 訓犬中心則不願多做回復 不過事發後 蔡小姐出示對話截圖 訓犬中心致歉 要讓助理下跪賠罪 還說要賠償一隻陽性訓犬師 自己另外一條飼養的狗 讓四主無法接受 揚言將會提告 三令新聞事議會 林維智台中採訪報導